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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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来来来来 来 再玩一次呗 不行 上次是特殊情况 只能一次 拜托 拜托 最后一次 真的最后一次 就一下下 绝对不会被发现的 你说的最后一次 我要去那里 出发喽 神奇宝贝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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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冬冬 现在摆在你面前 有两条路 第一条 就是把你的嘴巴 给我闭得像棒壳一样 紧得翘都翘不开 第二嘛 就是把你跟这个秘密 一起装进汽油桶里 然后灌满水泥 让它永远石沉海底 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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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那个 你看得没错 还嫌不够麻烦 我已经说了 会被人发现 可是你偏要玩 妖怪也只能怪你自己 那你起飞之前 不会确认一下 降落地点 有没有障碍物的 我说过了 那不是飞 我当然知道 你那不算飞 跳蚤跳得都比你高 那真是对不起 如果下次 我是抱着你的智商 跳的话 相信一定比跳蚤跳得高 你骂我没智商 这 死妖怪敢骂我没智商 我说的只是客观事实而已 你这个被放干血做成修眠体 放在棺材里一百年醒来以后 连仇人都不知道是谁的 超级白痴怪物敢嫌我没智商 喝喝喝 我这辈子就指这冷笑话活了 那倒是 有个倒霉鬼呢 出个车祸都能苏醒一具修眠体 你本来就是一本冷笑话大权 你 太酷了 哥 我希望和你见一面可以吗 我需要和你见一面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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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响红色警报 真实拍摄五一怪物出没 什么呀 糟糕 他就跟没拍到呢 怎么办啊 好可怕啊 什么呀 好可怕啊 好可怕啊 看这个 看什么 看这个 看这个 好可怕啊 真实拍 真实拍 看 网站小编放话说 点击要是到了五千万 就要放三十六秒的 亲戚露脸版本 田小姐 你不要走来走去了 好不好 我都快急死了 这要露脸的话 全世界都知道 我家有个妖怪了 我说你是不是奶喝多了 能量没地方使 跑去跟猫赛跑 这五千万点击量很难的吧 一般来说 有个两千万的点击量 就算是超级热门啊 我早上看的时候 还只有一百多万的点击量呢 点击量已经到三百万了 有什么好紧张的 没有哪条法律说 收留五百岁的人 会被判刑呢 我 我已经没有办法 跟你沟通了 你不是便便侠吗 就不能黑掉他们的服务器吗 我可以黑掉服务器 但我黑不掉原始文件呀 而且这是犯罪 我会被抓起来的 这样你就没有助理了 起开 助理可以再找 甚现在还没人知道你在这儿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赶紧走吧 不行 下午霸道总裁爱上我 又重播 完蛋了 看什么呢这么开心 低位爱好者 骗人的小把戏 老师 下半年的研究经费 已经到账了 真没想到那么顺利 我还以为 休眠体丢失损失那么大 资助人 已经对咱们失望了呢 对了 老师 资助人 到底是什么人啊 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没有出面 还真是低调 好像是个狂热的 医学爱好者 不清楚 老师 你感冒了 没事 着凉了 一定又是通宵工作了吧 等安妮放暑假 从美国回来 看到你还是这样 通宵达旦地工作 一定会掉头就走的 对不起啊 老师 我没别的意思 没关系 你说得没错 不是 阿妮和她妈妈 就是这么离开我的 不过这次一定能行 叶辰 你是我最有天分的学生 你和我一起 我们说不定可以改变 全人类的未来 好的 老师 不过你还是 好好休息嘛 你不相信 你也觉得我做梦 我并不是不相信您 而是如果您再继续这样 消耗您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您倒下之前 想要合成出那种 完美的修复梅 除非是发生奇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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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你 你知道这衣服有多贵吗 把你卖了你都赔不起 你懂吗 对不起 真是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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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我的女人 天亮了 那就来王氏集团破产吧 你 你真的一点都不紧张吗 紧张啊 男主角的未婚妻 想谋杀张萱萱小姐 对不起 随便你 我跟你说 这偶像剧一点逻辑都没有 张萱萱脖子上的一条线列 是她外婆留给她的 价值可以买十间餐厅的 她自己就可以让王氏集团破产 那个男主角算哪根聪明啊 还有 为什么电视剧里的每一个男一号 都喜欢女一号 把我们女二号放在哪儿了 真是有没有逻辑啊 还有你 你连出现在剧本里的资格都没有 没记忆 没朋友 都没有办法交代剧情的 只能跟动物对话 我说完了 貌似门铃已经想很久了 请女二号去开门 你还要去 田小姐 你快点收拾吧 我们还要去偏尝化妆呢 哥 哥 上次你说 想喝新鲜的荔枝果汁 冬冬特地给你找来了 想到今后 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 哥 千万不要忘了冬冬啊 哥 千万不要忘了冬冬啊 好不好 你好 你好 您好 怎么称呼 毕人姓张 经营一家小的侦探事务所 受人之托来跟您谈点生意 您是哪家广告商 好 我的委托人要您三十六秒 清晰版的视频 现在的同行真是疯了 竟然想出这种办法 我说张震探 你的委托人到底能出多少钱 跟他说 两天之后点击率绝对超过五千万 我们说好的 给他五十万度假买单费用 让他把隔禁证明发过来 也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发布 就不用他管了 反正他要的是钱 张震探也说价钱可以商量 张震探也说价钱可以商量 那我们就入室告诉他 不会发布好了 嗯 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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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 gor又吃 胃口不小啊 兔崽子 我一口不小啊 兔崽子 我一口不小啊 兔崽子 你拿的 我坐在这里 我坐在这里 这一张 我坐在这里 在那块儿 小天天地 小天地 你坐在这里 我来坐在这里 这是从那里 我来坐在这里 对 一会儿让摄影师 直接上去就行 对 从这儿你就掉下来 对对对 导演 那个我给你讲讲戏啊 小薰 来一下 咱们这场戏呢 就在这个二楼 这个天台这儿拍 一会儿啊 你要把萱萱推下来 这时候男主角出现了 救了萱萱 然后呢 要把小植推下来 你明白吗 可是 可是小植 没事没事 导演 继续 小植 你要在空中 非常完美的旋转 然后落入纸箱 这场戏特别重要 好 酝酿一下 好吗 好 来 你别逞强啊 你是女主角 你都不用替身 我用替身合适吗 你不懂 跳楼是我的爱好 爱好真有趣 萱萱 这边到你们俩了 墓儿 厉害好 でBE 升 来 上 爱好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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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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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敢跟我抢男人 就要做好死的绝活 二 三 一 二 三 好 田净植 是你要逼得张萱萱跳龙 你不要一脸自己要跳牙自定的表情好不好 对不起 导演 再来一次吧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我难为你了 你没事吧 导演别生气 别生气 别生气 再来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敢逼她 你知道她是我的女人你知道吗 不要 别生气 他们杀了你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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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事 点事 出家 由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杀你 这些都是他的人吗 杀 杀 杀什么 杀你个头啊 我在拍戏 我们相聚你早上不是还在家看过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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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拍了 别拍了 道医 是不是该很咔了 咔 我被你害死了 你怎么回事 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收获 我说什么你都点头听到没有 点头啊 解释一下 我们是在医院认识的 在我住院期间悲伤痛苦的时候 都是我们家大乔陪着我 我们家大乔听说我跟男主角有对手戏就吃醋 所以偷偷跑来片场 所以就闹了误会 其实他平时超级温柔的 对不对 你男朋友是做舞行的吗 他呀 是跆拳道教练 还喜欢跑酷 怎么样 学院手不错吧 他在我住院的时候 就是这样跑到我的病房窗户上 送我花 才打动我的 这样的情况一般不应该报警吗 别瞎说 这是爱情的力量 请问薛先生 没什么要解释的吗 即使是吃醋 有必要跑到片场来打人吗 刚被取婚又闹出绯闻的话 他苦心经营的乖乖女形象 就会被你一息之间毁掉 你知道吗 无话可说了吗 还是觉得我没有资格 对别人的感情说三道四 对不起 幸好男一号没事 导演也替他说话 他经纪人才都算了 田净植 不管你突然从哪里 撺出来的一个男朋友 请你管好他 是 可以说话了吗 说 张萱萱小姐 本人比电视里漂亮 老板 视频的事 我已经跟网站方面交涉过了 不过老板 仅凭这段模糊的视频 您能确定一定是他吗 宿命般的老朋友了 怎么会认错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不能让视频曝光 不能让任何人 知道他的存在 好的老板 您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吗 李教授想见我一面 你安排一下 我一直以为 你来是给我挡事的 没想到你才是我的傻 点击量层层地往上涨 一天一圈多万 你马上都要被全人类通缉了 你往好处想一想 你的搜索量也会暂时 超过我的宣女神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 你也确实没什么好担心的 大不了就回深山老林去做妖怪 我呢 之前还是个窝藏妖怪的罪名 现在倒好 要背着和妖怪交往过的黑历史 过一辈子 说不定还要被他们抵制成人类的公敌呢 我呢 我带你一起去深山老林 我已经 没有办法跟你继续沟通了 好 你千万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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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我带我男朋友来跟你道歉了 好 没事没事 小植我实在不知道你有这么严重的恐高症 以后有这种情况就找替身演员演就好了 好 导演 您真的太好了 只要以后拍戏的时候不要被和鬼附身一样就好了 小植 我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小植 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 跆拳道馆教练偶尔跑跑酷 怪不得伸手这么不错 是这样 咱们戏里边呢 有一个伸手不凡的终极大boss的角色 我觉得你男朋友特别合适 你放心 就三天 让他演戏 来 哥们儿 让一下 不合适吧 那个 反正 天愁 好伤 导演 那个 咱们来深入讨论一下这个角色吧 要有什么好激动 你最好遵律 有什么好处的 要好处的 不合适 都是若子的 不合适 把她拐变好管 你是怎么进的行政课 当然是各项成绩第一进的行政课 心情不好 等国际联合反军火走私 立功的军工章搬下来 下月开始你就担心休假 局长 我不需要休假 我负责的休眠体失踪案件还没有眉目 行政课本身就缺人 就这么定呢 局长 局长 我不需要休假 局长 小燕哥 恭喜你啊 我们都听说了 上次国际联合反军火走私 你立了一等狗 小燕哥 是不是不想请客 故意不告诉我们呀 少庄了 你哪个月不打小燕哥的秋风 我也是昨晚才听局长说这件事 那这样吧 晚上我请大家吃饭 你们想吃什么 好啊 好啊 不如我们去吃那家 超级好吃的牛排店 他们家的牛排 号称是空运过来的神户牛肉 我都没吃过 好不好 好 太好了 小燕哥请走 星星姐好 拍完了 对 我都拍完了 小植姐那个男朋友 近看真的超帅的 刚刚我在等戏的时候 听导演说 下一次的终极大老板 要请他来演呢 薛仙姐 我有事先走了 再见 喂 小燕 我现在严重怀疑田净植的精神状况 是不是被你拒婚说太大刺激了 虽然他手心里没有婚姻线 但是你对他感情有多深我是清楚的 现在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合理 他怎么了 他交了一个醋坛子男朋友 而且有暴力倾向 现在就在剧组呢 喂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他跟谁在一起 不关我事 我 怎么摆住这种可怕的脸色 早知道就早点带你来片场 现在个人传播的速度啊 可比那些小报记者还快呢 我一直想来看你拍戏 就是觉得太麻烦你了 你可是被誉为世界之光的 超级慈善家 谁会嫌你麻烦 没事吧 好 连个人都掉不起来 今天咱俩没吃饱饭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导演 再来一次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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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一跳吧 他们好像在试戏呢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有点低血糖 不管 你们的道具 和造型也太吓人了吧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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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看了没有 天哪 那剧情算什么呀 男主角抱着女主角 深情地说 你是我的女人 太土了 没错 除了张萱萱三秒钟哭出来的演技之外 这么老土的剧情 完全是败笔 败笔 没有看角色杂志上个月的调查吗 喜欢看偶像剧的女性 有百分之九十的几率 会变成滞销存货 甚至过期 所以 不知的女人们 像我们这样平凡的好男人 也是有坚实的臂膀的 清清清清吧 世界上如果只剩下鱿鱼仔 一个男人物宁死 不是 物宁死加一 我没听错吧 你再说一遍 好吧 长得挺丑的 下次去日本 一定要先去秋夜园 买的一个美礼号的手办 这个船啊 怎么叫这个船啊 它不只是个船 算了 反正你也不懂 你怎么还看这个呀 那个枪支走私的案子 不是破了吗 但是我还要写检案报告啊 检案报告为什么要你写啊 你是文员吗你 不是 再说了 警员是办公用品吗 香港那边说接就接啊 在香港黑帮电影里面 只要警察敢说一句 谢谢大楼 香港来发自社会来给 就出来一票子黑帮 把警察杀光光 听小姐 谢谢 香港真的还发自社会来给 好了 别气了 我这次立了工 等军工章下来 我们一定找个地方 打吃一顿 好好庆祝一下 不要 要胖死我 答应了 答应了小平啊小平啊 娘子 你是鸡毛巡回猎犬啊你 干啥 你打我 我看警察 警察怎么样 警察怎么样 好了 你不要生气吧 快来说一下有什么好看电影 真不知道 好久没看电影了 我听说是有一个电影看好看 什么 电影什么十二公民 你们看了吗 没有 摄心出的 然后全都是特别特别好的眼睛 我超赞 嗯 田小姐 第一 如果不是可以和张萱萱小姐搭戏 我是不会同意来演的 是你提议的 现在又怪我太投入 这样合适吗 第二 我个人十分欣赏 张萱萱小姐的演技 难道我就不该更敬业些吗 第三 她未婚夫体质弱不惊讶 并不是我的错 薛先生 第一 我只是提议 同意演出的人是您 第二 张萱萱是我的闺蜜 也是有个变态欲望的大花痴 所以我希望您对她高抬贵手 第三 我最尊敬的就是认真做慈善的人 比如那个被你吓得半死的洪先生 所以我担心她也是正常的 如有言辞不妥 我还望海涵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你 女子 小人 我尝尝 尝尝尝尝好好吃 别别别别别别 小姐先给您几袋 两位 这边请 看你每次都点好难吃 长得难吃点东西 小姐请您先看看菜单 你告诉我什么 长得难吃 长得像这块奶油 我尝尝尝好好吃 这些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的 你真正 immersive被抓到警察 好难吃 看它的鬼真是怕什么乱死了 我尝尝就是长得难吃哪 你长得就难吃 小姐 我想 понад Facebook 你想给您点什么 看男儿是在求婚的时候 被张先生拒绝呢 还是在婚礼现场被男主抢新娘 我呀抢新娘 你呢 这么众多 好 反正男儿女儿最后都是陶灰的肺 拜托 你连当炮灰的资格 都没有好吗 小燕哥 你押什么 小燕哥肯定押聚婚啊 这不前阵子 才潇洒地拒绝了田小姐吗 犹豫哥 你还真说对了 田小姐在戏中演女二 在生活中也是女二 这不真是炮灰吗 也不知道谁弄中大奖 成为小燕哥的真命天女 小燕姐 对不起 快来 这跟她 快来 这跟她 快来 这跟她 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啊 小姐 对不起啊 您是田净植小姐吧 小植姐 不好意思啊 赶紧说的 如果你想什么 importantly 赶紧说的 你明白吗 什么时候 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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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很丢人啊 乖 别闹了 大家都看着呢 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别人是田净植的男朋友 薛灵乔 听小致说你们之前对得很糟糕 我在这里感谢各位 你放心 她现在是我的女人 我会用心地疼爱她对她负责 各位慢用 这是个看脸的世界 不生气 隔壁阿姨说你胖 不是嫌弃你 看你这脾气 跟你姐 简直就是一个麻生的 别别别别 别换钱了别换钱了 我们现在去妹妹家 去妹妹家干吗 她又出车祸了 别别别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妹妹啊 网购 选错地址了 把东西寄到这儿来了 你看她买的什么东西 你又偷柴小侄的包裹 不是 你看她买的什么东西 你看看嘛 不是 不是 你你这 你挡着我挡着你的火 我没穿鞋呢 嘴巴那么臭 给你头大便堵住你的嘴 对 变死 喂 伯母 什么 避孕涛 表 表兄弟就是那个表兄弟啊 什么 喂 伯母 心药好像不太好 听不清 死定了 死定了 你得赶紧同时大小哥 我没有大小哥的号码 不是田小姐知道我吃里巴外 肯定会打断我的腿 算了 大不了打断了再去接骨 你明天还得拍戏呢 你明天还得拍戏呢 药医官 你有病就吃药 干吗放弃治疗 偶像去看多了吧你老土 混蛋 好啊 我错了 我多管闲事 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吗 好啊 你到底要哭到什么时候 为了一个抛弃你的人 哭死了值得吗 这 你干吗把我的生活 都能竞选不停的 你走啊 你要不走你就杀死我 我死都不跟你在一起了 快快快 老田 记住 要保持风度 记得进去前要敲门 我去我女儿家 我干吗要敲门 把钥匙拿出来 在你刀里 在我刀里 走吧 你打够了吗 告诉你我看够了 跌倒了 爬起来就行了 只会坐在原地窟 管那块绊倒你的石头 这样一点用都没有 我看你根本就不想趴下 如果你每次遇到他的朋友 都默默离场 也不去任何有他在的地方 那好啊 那你就永远也别站起来 要是你这么讨厌我 我走就是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如果不想再见到我的话 那就照顾好自己 不要受伤 你们在干什么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你敢欺负我女儿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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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死你 别打死你 我解释 我打死你 妈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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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反正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就怀孕了 我想打掉 他不让我打 于是就是你们看到那样了 我打死你 哭什么哭 事已至此 你还指望你女儿跟她分手啊 我可以分手啊 你闭嘴 妈 你闭嘴 谁让你叫我妈 请称呼我邱女士 你给我回房间去 现在 立刻 弄 都快二十分钟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 怎么了 冻冻 谢天 谢天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现在都快火烧眉毛了 现在有一件 更火烧眉毛的事情 你爸妈已经知道 你家住的不是表兄弟了 正赶过去了 我真希望我三十分钟 以前接到你的电话 我已经被我爸妈逮到了 我被薛妖怪压在沙发上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 莫名其妙地说的一句 我怀孕了 但是问题是我爸妈 在不停地打薛妖怪 我特别害怕薛妖怪 一生气 把他们的脖子给拧断了 他们现在已经在下面 聊得有二十分钟了 你 你确定 大乔哥是在跟他们聊天 而不是 扭断了他们的脖子 田小姐 田小姐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看到什么了 田小姐 难道是尸体 我比看到尸体还要紧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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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什么呢 我这样咬的变化 你是在尸体里面的过程中 你告诉尸体还要紧碰 你还要紧碰 别不知道尸体相关系 最后一眨眼就到头 你没开头 你没再出现在路口 初次还我 都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才没亮起的路灯 说过时间不会再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不会终于了 你会不会不是我 你人回来 因我一生 等你开口 等你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等你开口 等你在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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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便再说放手